代大学发表研发的人工色香咖啡 现场是咖啡香味失忆 传统色香猫咖啡一小杯就要价500元以上 以生技方式制成的色香风味咖啡 只需要花费一两百元就能品尝到 价差三到五杯 目前技术已经转移给科技公司进行量产 用生物科技方法将色香猫肚子里面的肠 有益菌一个一个把它分离出来 再挑选每一只菌株它适当的培养机 在安全卫生的控管条件之下去发酵 所以就不用从大便去挑咖啡豆 我们再去设计每个咖啡豆它的烘焙的温度 这是我去抓过的 找到一个可以跟自然界的天然做法的色香猫咖啡豆是一样 代大学生物产业科技学系副教授吴金益指出 色香猫咖啡需要经过动物消化排泄的过程 但学校运用生物高科技模拟色香猫的肠胃道功能 培养出肠胃道有益菌 去除不必要的物质 开发出具有色香风味的低咖啡因咖啡 不需从排泄物中捡取咖啡豆 比传统色香猫咖啡更卫生 而且咖啡因含量较低 饮用后比较不会有心急或是睡不着等反应 这个咖啡喝起来其实一开始好像有一点苦 但是到了喉咙的时候 你的舌头会变成甘甜的 这就是跟我们一般的咖啡不太相同 校长武东京表示 过去是重视机器的时代 现在则是手艺的时代 这次吴静怡老师研发了色香风味咖啡豆 就是利用生物科技提升食品品质的最佳力争 不仅制成比传统的色香猫咖啡卫生 价格也很亲民 可以说是高贵不贵 大业人新闻 刘新校 李贵梅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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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